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丽慧 我又回来啦 最近Cliff这个品牌在马来西亚很红 就是在小红书或者Instagram我都有看到他们的好评 所以我决定来研究他们产品的成分 因为我自己本身要30岁 所以我决定来研究他们家最新推出的抗老系列 Anti-Edging Tonic Water和Anti-Edging Moisturizer 这个Anti-Edging Tonic Water在他们的官网是写这个的 意思就是说可以舒缓那些脆弱的皮肤 还有增强皮肤的屏障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Tonic Water主要的成分有什么 它主要是含有羊柑橘 罗马羊柑橘 山圣泰 还有 Actoin 羊柑橘还有罗马羊柑橘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成分 它主要就是可以消炎 镇定舒缓皮肤 可以舒缓和减轻皮肤的刺激 然后加强皮肤屏障的锁水功能 第三个的成分的话就是三胜泰 三胜泰它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 胶原蛋白的产生就等于可以防止那种小细纹的产生 所以这个成分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抗老 第四个主要的成分就Atoin 这个是我很很很喜欢的成分 它最主要就是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产生 然后它还有很强的锁水功能 它基本来说就是一个很强的补水成分 所以这个成分就是可以做到抗老保湿锁水 这个Toner用的步骤很简单 就像其他Toner一样只需要把Toner 倒在手或者棉花上轻轻拍打在脸就可以了 如果要更进阶的用法就是洗脸过后 把Toner倒在棉花或者面膜上 然后湿敷5分钟来舒缓和保湿皮肤 现在来分析下一个产品就是他们的Anti-Edging Moss Riser 它含有Maiocinol和Pakucho 植物性的抗老和抗氧化成分 Maiocinol它就是可以增加胶原蛋白的产生 然后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紧直 而Pakucho它其实是Retino植物性成分的替代品 它可以淡化细纹还有延缓我们皮肤的老化 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细滑还有亮白这些的功能 除此之外他们也有Square Lens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防止我们皮肤的水分流失的成分 这个成分通常都会在Maiocinol看到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锁水功能 来锁住之前所有的保养程序的成分 最重要的最后一个成分就是他们有这个卤灰汁 卤灰汁是很多很多人都懂的 它是一个含有非常高的维他命C的保湿锁水的成分 如果皮肤发炎啊干燥啊或者是皮肤平常受损 都可以用这个成分来舒缓 同时它也可以修复我们受伤的皮肤 就比如说我们有些人皮肤平常受损 总结来说这两个产品都是很好的保湿抗老消炎舒缓 加强皮肤平常的功效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他们的官网看看哦 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啦 拜拜我们下期再见